圆满 就如同世间人所讲的真善美 是在讲世间人心目当中向往的真善美 只是一种期望而已 真正的真善美 自古至今 中国外国 我们没见到 纵然说到善说到美 时间很短暂 范围有局限 真就更难得了 真是永恒不变 所以世间善有没有不是真的 而真善美确确实实在佛法里面 佛法一个修行人 他真正能得到真善美慧的生活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 我们的修学就没有成就科研了 说再讲 学佛所追求的就是真善美还要加一个智慧 真善美慧的生活 我们在讲戏当中 我们在讲戏当中 常常说 常常劝导大家 勉励大家 我以为我们自己获得真正得到这种效果 把这个效果展现给社会大众去观察 才能够收到劝导大众的绩效 大众才能够对佛法生起信心 生起粮目 而热心 认真地来学习